大家好我是Amy英國奶奶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主廚 我非常非常愛煮東西 在英國我的習慣是天天晚上 自己在家裡煮東西 在英國自己煮東西還蠻方便的 廚房很大喔 可是最近我的先生一直說 我沒有煮東西給他吃 在英國你很常煮給我吃 是來台灣以後你變成台灣人 你都沒有煮了 我現在來台灣大概10年多 然後10年我可能就煮給他大概 來 吃吧 自己開餐廳 所以我老公一直說 為什麼你天天煮東西給很多人 但是你沒有給你親愛的老公吃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台灣很方便喔 我們下班要去外面吃東西 第二個是因為我有很多問題 我在台灣的家煮東西 我發現是跟英國完全不一樣 可能說你是主廚應該沒問題吧 有問題真的問題很多了 這個影片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姐選問題 那如果你會選姐 你多跟我分享喔 所以我要先去採市場 我要做三杯雞給我老公吃 算最愛的 算以後不可以complain 我沒有煮給他吃了 所以我需要薑 酸醋 蔥 九生糖 我超級愛台灣的九生糖 我覺得味道很香喔 國外買不到 我們就那個羅勒花 還有一個東西我非常愛的是台灣的蔥 因為我們國外的蔥也是很蠻小的 台灣的蔥真的比較辣 可是給料理更多的味道 英國我們的蔥都放外面喔 很少放冰箱 可是台灣的蔥你要冰起來 蔥在台灣我也冰起來嗎 我都在店裡運起來 蔥跟酸 看起來一樣 我跟友娜酸 我說我要做三杯雞 他說你要蔥喔 我真的看起來一樣 三杯雞 三杯雞是要薑 蔥 那個大蒜頭 怎麼砍得出來呢 是比較大的嗎 蒜子比較大嗎 所以我三杯雞好了 所以我老公現在不可以complain 我沒有煮給他吃了喔 我很會浪費食物喔 台灣跟英國的天氣完全不一樣 台灣比較濕濕的 所以我發現好幾次喔 我可能就是賣水果 鞭包等等 然後忘記放好的 因為英國沒有那個問題 可以放碗裡面好幾天 就不會發霉喔 我聽我老公說 你很會浪費食物喔 那讓我很難過了 原來很少在家裡自己住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我先生的工作的時間 完全不一樣 店裡東西就是蠻新鮮 我們就是當天攪菜 然後煮掉 在家裡真的是很有問題 蔬菜等等在我的冰箱 然後兩三天後 就是要丟掉了 這個我要先丟掉 因為就是我放大概六天在冰箱 然後你看現在就是乾掉 這事情我非常討厭的 因為我覺得浪費食物是非常不好了 好幾年來台灣一直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很少自己住喔 每天早上我到公司的時候 我很喜歡喝一個banana smoothie 就是因為可以讓我很飽 而且有很多營養在裡面 我可能放一些生可可粉等等 就是台灣的香蕉很容易就黑掉了 很麻煩喔 在英國可以賣很多香蕉很便宜的 放好幾天喔 那我有一個小tip給大家 如果你放就是那個 維生紙在那個香蕉的袋子裡面 它會absorb那個moisture 然後那個香蕉可以新鮮比較久了 到一個更好的東西 就是這個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的 四天之前就是放兩支那個香蕉 我有做一個小test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遊戲包 保險袋的 這裡 四天 這個是一半的袋子 真的有差了 這個真的比較黃 如果我可以多買 然後可以放袋子裡面 我對未來收拾比較方便 肉 在台灣很容易醜掉了 中國我們都是說 你有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你從那個supermarket到家 你要放在冰箱 可是台灣感覺就是20分鐘而已喔 夏天的時候 去買東西 然後就是20分鐘後 你就在公車上 就是你聞到那個肉的味道 覺得唉唷 放雞肉兩三天 是放好 可是它還有一個冰箱味道 它會開始oxidize 然後那個雞肉很容易就是deteriorate 雞肉也可以放在那個遊戲保險袋 放兩到三天 還是很蠻新鮮的味道 完全沒有那個冰箱的那個 不好的味道 台灣怎麼東西都可以炒喔 所以在英國我都是習慣 每天用烤箱喔 有時候我們會炒東西 可是很少 我們早上起來 然後就放一些東西 在slow cooker 它一整天就是會煮 所以我們到家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以直接吃 就是在台灣 家裡沒有烤箱 我發現大部分的家 沒有烤箱 你要自己去買 我也變成台灣人了 因為現在我怎麼 我在家裡自己煮 怎麼都會炒耶 炒鮭魚 炒雞肉啊 炒菜喔 怎麼都會炒 你們呢 你們去過國外嗎 然後你們發現 哇我們就是一直用烤箱嗎 用炒的是還蠻快 香料 在家裡 我自己裝台灣的九聖糖 英國裝那個羅勒花 就是薄荷那些 很蠻簡單的 也可以跟我分享 如果你自己裝香料的 要怎麼給它喝水等等 那以前我就是一直去買那個 那個九聖糖 然後這些香料的 可是真的很容易就是會壞掉了 怎麼可能就買一點點九聖糖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有點怕賣 因為就是很容易 街中的天氣就是很容易壞掉了 台灣要翻冰箱 我時候翻冰箱我也發現 它就是一個懶掉喔 它看起來很可憐喔 然後很乾掉的感覺 真的覺得我覺得變成懶惰的 我老公是對的 就是因為你知道台灣太方便了 什麼國家料理都有了 然後就是不貴啊 選擇很多 然後你不用自己喜歡喔 當作為英國的時候 我就是習慣這個文化 每天晚上我們去外面吃飯 我住我妹妹的家 可能兩個禮拜 然後他們去上班的時候 然後好幾次喔 我就是跟他們說 喔他們晚餐去外面吃就好了 我妹妹覺得 喔你真的不要懶惰了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每次為英國大部分的錢 就是花在餐廳裡面 因為你知道英國跟台灣完全不一樣喔 就是跟你們分享 我真的很喜歡的東西 這個對我來說真的有幫助了 那我希望可以幫助一些朋友們 可能外國朋友們 你跟我一樣有那個問題在台灣 還是你們比較少煮東西在台灣 跟我們一樣發現有那個問題 我發現他們的袋子有很多不同的大小 這樣 剛剛好可以放進去了 而且它就是還蠻有維生喔 這個我很care 因為我覺得東西要就是很蠻乾淨的 那個袋子也有鎖足水分 這個蔬菜水果等等還是會很多汁 也會調節氣體 也會吸收植物 老化激素 我發現如果你放那個餐料 在那個遊戲保險袋 它真的是可以放冰箱 放很久了 而且我也發現那個核桃 你放在家裡一段的時間 會有一個味道 不新鮮喔 我習慣就是每天吃一些核桃這樣吃 不會很多 因為它熱量很高耶 我最近也是用那個 遊戲保險袋 就是放我的核桃 去上班的時候還是去走一走 我很喜歡帶那個那 很方便喔 你可以放肉啊 它就是會 還有新鮮的味道 可以放蔬菜啊 它就是會可以放比較久的 這麼多可以放 所以大家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那個袋子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的 如果你有一些小的tips 可以幫助我 保險食物我也很感謝了 我發現遊戲保險袋 有很多tips 可以跟你分享 我也覺得它的website 很蠻有趣的 我看那邊 我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如果你們有一些興趣 你可以看下面的link 這是有他們的website 那非常感謝大家看我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喔 掰掰